科市府任內的北市科案 議會的專案調查小組 第二次會議才一開始就活躍為濃濃 民眾黨議員黃靖營和民警黨議員林彥鳳 槓上 卻因林彥鳳在會前 又提出了新市證 新光仁壽當時企圖地想要叫柯文哲市府改標規 讓他們的新光醫院能夠來投標 差一點就讓他得逞 柯文哲他自己來覺醒 後來是被政風處的科長給擋下 林彥鳳根據市府內簽文件指出 第二次招標時 新光正義市府改標規 開放財團法人投標 並延長招商時間 市府一度同意 文件一路簽合到柯文哲都過關 直到最後被政風處一名科長 用恐怕會被質疑毒後 特定申請人唯有擋下 但下場就是自己遭到調職 沒有這個科長擋下 那是不是T16 T17 T18都被新光仁壽 已經是全拿 第三次招標之前就已經做職務的調動 這都是釣鉤 稻菜都 隨便找了一個很多事件裡面的 其中一個事件 然後來抹黑 民眾黨出面反駁 強調是抹黑栽贓 但國民黨議員周小平也出示文件 結束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一號 市府和新光見面後 隔天就決議要將一起招標的T16 17 T18拆開招標 懷疑柯市府根本是替新光量身打造 新光建議說你們T16 178 三塊地各有特色應該拆開 隔一天馬上用促餐的這個條例 說可以拆開 面對各界之一 柯文哲始終必中就親 恐怕就是擔心 慶雷人社會就此破滅 柯文哲有沒有避重就輕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冠婷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其實藍綠都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質疑 包括尤淑慧 包括鹽鳳 我們一一來講 首先尤淑慧講的是 因為阿伯不是嗆嗎 我是找過那個估價師去估算權利金的 你是有比較厲害喔 尤淑慧說 大家有聽過三高一低的怪現象嗎 什麼叫做三高一低 公告地價 公告限制跟實價登陸這三項指標都往上漲的情況之下 地主耶 台北市政府標注的權利金卻越標越低 這個叫做三高一低的怪現象 台北市也是很醜味 怎麼會這樣反其道而行呢 冠婷 我先講喔 柯文哲在昨天做了一個關鍵的動作 他認為他親上火線 公布了一段十二分鐘的影片 先講結論喔 網友們看完的結論就是 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十二分鐘的內容 我認真把它聽完了 結果結論是浪費時間 柯文哲他講說 所有的東西全部上網 紀錄上網就好了 沒有啦 這件事情 你的態度 你當時的決策 你有義務要講清楚 說實話 我們一開始有點失望 因為我們本以為柯文哲親上火線 接受媒體專訪 然後有什麼問題 儘管來 徐清皇坐在那裡 張明佑坐在那裡 問道寶 正面對決 沒有 後來是請吳怡萱來訪問他 自己的發言人 他們的發言人訪問他 好 沒關係 那你內容講了什麼 剛剛主持人你提到游淑會議員 包含我們剛才新聞看到的 無論是減蘇培 還有點嚴峰 他們提出很多的質疑 我聚焦在 柯文哲 柯文哲昨天的重點 他很多疑點沒有講清楚 跟他所用的手段 我一一來破解 這是我做的一個圖卡 昨天柯文哲目前有三大疑點 越講越奇怪 越講我認為越心虛 首先第一點喔 他認為說 欸 你們講說我有圖地星光啊 北四科沒有圖地星光問題 因為 吳欣營被選為副總統候選人 是後面的事了 欸 我跟大家講 真的超瞎的 我們整個北四科的案子呢 是2020到2021 集中在這段時間 包含了訪談會議 包含後來星光得標 柯文哲講 2024提名 副總統參選 吳欣營是2023 欸 不好意思喔 你是2019就提吳欣營 當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關鍵不是 是不是副總統安全的人 關鍵是 你有沒有因為跟吳欣營熟 民眾黨跟他是這麼直接的連結的關係 而涉嫌圖利星光集團 你只要跟大家講 有或沒有就好 這是第一點嘛 結果他 蒼白無力的辯護證明是講 我沒有喔 我替吳欣營當副總統是後面的事 星光在前面就得標了 欸 很誇張啦 很香 我跟你講 這挑戰台灣人民的智商 這個事情完全不像一個智商157人講的話 國小 我講我女兒現在中班 又升大班 他五歲 五歲的女兒如果我跟他講這種邏輯 他會說爸爸你亂講 就這個是三歲小孩的邏輯 爸爸你是有困氣嗎 你女兒可能會這樣跟你說喔 這邏輯完全不同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個大家 我覺得要花點心思看一下 可是真的 貓力就常在其中 他講說喔 我們啊 整個台北市在我執政的時候 北市在我執政的時候啊 北市的案子 我們沒有完全照著新售的需求 我先講這句話就有貓膩 沒有完全照著新售的需求 代表有部分啊 好 然後不跟你玩這個文字遊戲 那意思是說人家沒有全部買單啊 對 但他關鍵來了 後面我們就一一打臉他 他說我第一次訪談完星光人獸 星光人獸說要分標 我北市最後在第一次的招標 是合併喔 星光要分標 我合併 然後第二訪 第三訪 星獸想要合併 當我分標 哈 可問這邏輯都來了 你看 他要分標 我合併 他要合併 我分標 你看 前三標 我們都完全跟星光集團唱反調喔 欸 拍謝喔 你的邏輯真的也有問題 你真的不像157智商的人 我說這樣 做你隔壁的發言人喔 如果我是你發言人 我會不知道怎麼辯護你知道嗎 就是我會很心虛啊 為什麼 因為關鍵星獸是 第四次訪談後才飆出去 啊 四訪的結論是什麼 拍謝 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就看一下 你只敢講 一訪 二訪 三訪 啊 關鍵第四訪 第四訪 第四訪 2020年11月11 北市科第四次遣蔡投資人訪談 星光人獸建議三塊基地分開招標 啊 四訪完了之後呢 是不是分開招標 不是 結論最後你就會照星獸要的嘛 你跟我講前面沒有 前面沒照他的 啊 最後得標是照誰的 照星獸的嘛 所以簡單來說 這一個部分他心虛 再來關鍵 第二點我特別要講一下 其實現在北市科大家在意的是喔 包括這兩天台中市議會 屏屏屏屏屏屏 對 再問林玉宏副秘書長 台北市的台市副到人家台中 台中也風風風風 林玉宏副秘書長這兩天在議會質詢 講了一個重點喔 他今天講一句話 他說 我如果有出席的會議 我一定會簽名 那為什麼 袁大仁壽那一場 沒有看到林玉宏的簽名 這件事情是柯文哲你要講清楚的 林玉宏今天叫他去台中市議會去問啊 我們有相關的袋子 等一下調出來給大家看 等一下看 但關鍵來了 柯文哲昨天這個影片 完全沒有回應 袁大 訪視 造假相關的問題 再來第三個 情樂啦 我跟大家講他第三點 他怎麼用 他說你們都貼我標籤啦 從MG149 葛特曼 甚至什麼艾滋案 你們都是抹黑潑髒水 你說抹黑潑髒水 然後呢最後就開始講說 你看 你們這些議員 你們都不敢打台志光了吧 你們都打北四科 都打金華城 台志光不敢打了吧 他想行造出一個 你看 藍綠都有涉入台志光案 所以你們不敢打 不好意思 你這也是挑戰所有媒體朋友的底線 台志光案是陳崇文整個已經被收押 後面整個已經收網完了 你就等著後面起訴完之後 法院的工房 所有證據就攤開了 結果 你現在對 那個 北四科 對金華城隆基 所有的細節 你完全不去談 最後我給大家看一個 昨天他們畫很多心思做的圖片 這我特別要講一下 來這個是 昨天 柯文才他們做的圖片 你看 第一次流標 你看我請星光傾向分標 我北市合併招商 你看不一樣喔 第二次流標 你看星光二訪傾向合併 三訪傾向合併 你看 台北市就決定分標招商 你看 我做的跟星光都不一樣 結果到這裡為止都沒標出去 標出去也不敢給你看 這很瞎啦 中間都沒說到 沒有人這樣澄清 最後一個我要講 柯文哲這幾天 弄到 連他自己發言人都打電他了 柯文哲講說 那個發言人簽證跳出來講 你們不要不相信公務員 公務員不會造假 他們一直要講說 袁大人說這公務員不會造假 結果我去翻出來 2015年8月8號 柯文哲對著市府公務員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直接講 我說造假就造假 你們已經造假幾十年了 他當時是這樣 罵北市的公務員 當時的柯市長 罵公務員會造假 說我們都還不跟你算 羞辱公務員的賬 那你罵公務員造假 結果四隔九年之後 民眾黨發言人說 我們都相信公務員 絕對不會造假 我們請問要相信 誰講的話 亂七八糟 阿伯現在動不動就說 別人對他潑髒水 秦皇哥 你今天聽到林嚴鳳 講的這些話 你會不會發現 這魔鬼真的藏在細節裡 他說柯文哲曾經同意 星光人獸改標歸 最後因為一層一層牽上去 最後一關被誰擋下來 被這個正峰處科長擋下來 這苦吃苦餓 所以後來他的下場是怎麼樣 後來這個科長 在北市科第三次招標之前 已經被做了職務的調動 如果林嚴鳳爆料屬實的話 正峰處科長為什麼當時要擋下來 他也是擔心會出事啊 擔心台北市政府被人家說 你獨厚某個財團 獨厚某一個單位嘛 那為什麼擋下來之後 在第三次招標之前 他就去換頭路了 職務就被調動了呢 這個我要幫林嚴鳳講一下 他這個不是爆料了 這個已經是調內籤了 所以你看這個 雖然這個圖片比較糊 但大家可以看到 這已經是拿資料紅框的部分 已經是那個科長的意見的部分 所以確實有沒有發生過 正峰處科長在擋過這個 退回這個案子 有 你從這個公文上面看起來又有 那我想更詳細的這個圖片資料 應該這兩天就會出來了 所以呢 林嚴鳳講的確實是事實啊 就正峰處確實擋過這個案子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這裡面看起來有改標規 那改標規的狀況 會對之前有意的這個 想要投標的人不公平嘛 所以這是林嚴鳳講的重點 但是真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給大家看 柯文哲雖然呢 開了這個我們講說網路的影片 意圖想要把這個部分把它講清楚 可是網友的眼睛都很銳利啊 為什麼有網友眼睛都很銳利呢 來 這個他的影片下方 其實我幫大家結了很多這個留言 這些留言大家都問同一句 你看上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當然還更多啦 這八個比較有代表性的 你知道都在問哪一件事情嗎 都在問什麼啊 他們都在問說 為什麼你柯文哲影片裡面 都只有提到星光人獸 都沒有提到元大人獸 你的潛在這個你要拜訪的對象 兩家受險公司 但元大就告訴你說 他對這案子沒有興趣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 你看這裡面的留言怎麼留的 在柯文哲影片下方 為什麼不講清楚元大根本沒來訪談呢 很多疑點都沒講清楚 一直講自己有利的話 笑死 會用笑死這兩個字 看起來應該是年輕的網友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下一個寫什麼呢 下一個留言寫說 柯主席表示14次的會議紀錄都是真的 所以柯主席表示元大說謊 支持主席立刻告元大 污衊我們的主席 這個支持柯文哲應該要提告元大 因為元大說謊 你看也有這樣的留言 另外一個呢他在講說 拜託你說一下 為什麼元大否認曾經被你訪談過 為什麼只有一家星光來投標 你們不是訪談14次了嗎 聽阿伯講別人都刀刀見骨 講自己就聲東即西拉別人來說自己 這個也留的很犀利了吧 然後呢這邊還留說 為什麼私會審慶金沒有廉政登錄 為什麼元大否認北市科 會議紀錄為何造假 哇這也是留的很犀利啊 下面北市科最大的問題 是叫人去看會議紀錄 結果元大聲明否認 市府會議談北市科 會議紀錄羅生門不談 避重就輕 講了跟沒講一樣 下面留言都留的很直接吧 所以呢除了這個柯文哲小草之外 下面有很多人都一直在問啊 你為什麼只有談星光 但你沒有談元大 而且就算談星光也大有問題 為什麼大有問題呢 來我們給大家看喔 就柯文哲這影片裡面 有兩塊我們之前在問 一直在提問的問題 柯文哲自己也承認啊 拿兩塊 第一個他講到說這個T16 因為我們知道北市科有三塊土地 有T16 T17跟T18 那我們第一個質疑是問說 為什麼只有T16來投的時候 要這個投資計畫書 T17跟T18不用 那柯文哲影片裡面 確實也講到說T16還有投資計畫書 但T17 T18看起來沒有 但他的解釋只是說 那兩塊反正就是價高者得嘛 但問題在於說那兩塊價高者得 你裡面有沒有量身訂做的問題 才是大家要問的問題嘛 所以投資計畫書這一塊 其實坦白說柯文哲也是要說明 那第二個剛剛問題已經講過了 他志祺裡面呢 很奇怪喔 談到吳欣營的時候呢 人家在問的 我們之前在問的都是 2019的時候 他是你的不分區的立委的名單 那2020的時候呢 看起來很多案子都跟星光有關係啊 都跟吳欣營家族的事業有關係啊 我們問的都不是2023 但他讀一讀你看喔 連標題都下到這裡喔 內定星光副手交換 這跟副手交換有什麼關係 他把標題故意歪歪歪在2023年 是吳欣營當他的副手副總統人選 但我們在問的是 2019年他是你的不分區名單 為什麼2020的時候 這麼巧都跟星光有關係嗎 他們才是哥道賽德好不好 所以你看他下的標題本身 下面的網友在留言的時候 也沒有在客氣的嘛 但為什麼要秀這個手板 這個是減書培議員發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我們要講三件事情 柯文哲這些巧合 我把它叫巧妙的實數 巧妙的時間跟數字 什麼叫巧妙的時間跟數字 你都沒有回答嘛 第一個什麼叫巧妙的時間來 在11月啊 2020年10月15號 這北市科第二次流標 但是2020年11月11號的時候 北市科建議這三塊土地 這三個基地本來是合在一起的 那新受建議拆分 11月12號的促三會議 就真的拆分了嘛 這時間有沒有巧合 巧合啊 那為什麼給大家看 這裡面就是當時 台北市政府剛剛我們講的那一位 林玉紅林副秘書長的會議備忘錄 好不好 會議備忘錄裡面 時間109年就2020年11月11號 星期三下午4點 下午4點出席的人 包括星光人獸的代表 然後跟台北市政府產發局的人 好下面記錄在哪裡呢 星光人獸訪談建議跟記錄在這邊 下面寫什麼 我把打圈的三個點 兩個點我把它打圈 那這兩個點為什麼打圈 第一個這個是裡面提到就是說 本來投資人就星光呢 要朝合作聯盟 但是時間不夠 什麼意思呢 時間不夠就是剛剛那個科長 其實有講到的 就是星光本來想說 星光醫院可以去投標 但是星光醫院呢 他是財團法人 他要經過衛福部同意 運作的時間看起來是不夠的 所以他寫到裡面去 那這一件事情看起來呢 是有擋下來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科長 對這個有意見 那但是第三個就是我講的巧妙的巧合 什麼意思呢 這裡面講說星光的意見 三塊基地分拆招商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影片裡面 這個鍾小平議員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竟然讓星光說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從哪裡出來的 就從這裡出來的 喔 星光的建議說 這個考量招商條件的差異化 三塊基地各有特色 可以增加投資選擇的彈性 這句話在講什麼 就是建議你三塊基地 能夠把它拆開來招商嘛 你不要把T16 T17 T18綁在一起嘛 那這個是 2020年11月11號的會議記錄對不對 會議備忘錄 好來我們看時間點 這算不算巧合來 這一個 這個是跟台北市議員公布的資料 是是 11月12號 2020年11月12號 台北市處參委員會 陳志明秘書長主持拍板訂單 三基地 三塊基地各別招商 這算不算時間的巧合 算吧 那請問這個時間的巧票的時間 柯文哲有解釋嗎 沒有嘛 那他前面解釋的方式 就是冠林講的 就你繞了一圈 他建議拆 我建議我把它合在一起 我把它合在一起 他又拆 但到最後結果就是 11月11號跟11月12號 這個時間的巧合 你沒有回答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 這一個也是很有趣的 這一個數 這個就是最大最大 柯文哲迴避的問題 叫做元大人壽 什麼意思 對啦 就是這題啦 大家都在問啊 為什麼大家都要問 很簡單 你說有14個潛在的投資人 但是問題是 你14個潛在投資人 壽險業者只有兩家 一家星光一家元大 現在元大跳出來告訴你說 沒有 我沒差 那個地方我沒有要投標 我沒有興趣 所以那你就真的 你就真的只有星光人壽 那請問那你在講的 這個元大人壽 你有沒有回 沒有嘛 沒有回啊 所以這個巧妙的巧合的部分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巧妙的時數的部分是什麼呢 是這裡面 柯文哲說 這個市政府找三家不動產 估價公司來估價 這些估價師都有專業 為了還要考慮要吃飯 這是不是都柯文哲 在影片裡面講的 都他講的嘛 但是問題是 估價師做出來的是 地價 注意看喔 北市科土地平均 地價呈現持續上漲 結果呢 你的權利金看起來是往下降的啊 請問一下 如果根據估價師的專業意見 你肚子下去 那你不是應該要往上嗎 是啊 為什麼你到這個權利金反而是往下的 所以呢 這個叫巧妙的時數上面的不合理嘛 然後最後元大的部分 一定要補給大家看 因為這是這一塊柯文哲的影片裡面 迴避的部分 迴避什麼呢 我們在上禮拜 有給大家看這三封E-mail 這E-mail呢讓大家看 E-mail的文件 再加元大的聲明 看起來都在打臉柯文哲啊 這一封 就我們講的第三封文件 前兩封都是喔 你看喔 11月3號喔 我們剛剛講時間點是不是很巧 11月11號的時候 是星光仁壽給北市府意見的時候 就那個會議備忘錄 然後11月3號的時候 北市府其實在等於說 在11月11號之前 就寄E-mail給元大人壽 投資部的王副理說 他那個林副秘書長 市政府林副秘書長跟貴公司訪談 然後要約時間 第一次11月3號發了 看起來呢沒有回應嘛 那第二次11月5號發了 有沒有看到 再度更新第二封E-mail 然後呢第三次看到 是元大人壽投資部王副理 回覆台北市政府的 副秘書長辦公室說 與內部長官討論後 因本公司不參與 後續投標作業 故本次的訪談 將不參加 尚請亮查 這個是元大人壽的妹喔 直接跟你說啦 我真的沒興趣啦 別再問了 然後呢 來再看喔 元大人壽的聲明 第一封聲明裡面 這是4月26號喔 兩三個禮拜前的聲明喔 第一次發的聲明 原大人壽從未就該案 與科前市長或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接觸 亦未參與投標 這是第一封聲明 第二封聲明呢 好 這裡面的聲明是什麼呢 就是元大人壽主管 是在2020年12月16號 下午4點左右 抵達市政府大樓討論 注意喔 不是北市科喔 討論 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BOT案 然後呢 聲明人就是元大人壽的人呢 他參與會議的時候 雖然有簽到 但沒有留意簽到部表頭紀錄 也沒有事後收到會議紀錄 元大人壽講得清不清楚 很清楚嘛 那所以呢 北市府的紀錄 柯文哲時代紀錄 跟元大人壽這邊的資料 顯然兩邊是有衝突的 而且就這麼巧合的 在柯文哲的說 要職求對決的影片裡面 沒有提到元大人壽 請問他這樣算有說清楚 講明白嗎 顯然是沒有的 最重要的 都漏糕都沒說 那那12分鐘 到底重點在哪裡 現在外界還是有一團遺運 會覺得說到底柯阿伯 柯市長 你到底當時 有沒有圖利財團呢 這個你都跟人說成這樣啦 不過我們聽一下 人家黃國昌道德的完人 人家是怎麼樣看待柯P的 人家是百分之百信任 柯文哲的親聯 我認識的柯文哲到現在 每一次跟他在一起 就是吃便當 而且吃很快 你們吃便當有吃得比阿伯快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聊聊